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主演的张子峰 演技依旧是如此的让人惊艳和佩服 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 在影片中 他扮演的姐姐安然 一边吃西瓜 一边听姑妈讲话的片段 那种被迫 无力 委屈 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 当然 与这么多演技派的对戏中 张子峰从头到尾一点没露窃 戏中几场情感对碰高潮戏 都是他和朱元元的碰撞中营造的 近日 朱元元 张子峰他们在各地宣传我的姐姐为电影票房和口碑添砖加瓦 在采访时 朱元元表示 整部电影姐姐成长的环境也有了更详实的描述 她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 观众的感动是跟随着电影情节走的 而张子峰的哭戏无疑是导火线 引发观众的共情 随后 朱元元调侃 不过 就算我的姐姐票房再高 以后也不与张子峰搭档了 话一说出 网友也是不解 对此 朱元元调侃 与张子峰搭档 大家都在关注安然姐姐 就连海青每天都发微信我 让我照顾子峰 太难了 下次再搭档 除非她邀请我去向往 哈哈哈哈 这原因也是让大家笑翻 旁边的张子峰都忍不住笑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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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